诶,我发现独角仙了 哇,好可爱啊 哈哈,好啦 独角仙的季节要开始咯 从事里的独角仙宝宝也开始画涌 甚至语画了 一起来看看独角仙吧 这是去年十月帮独角仙换土的画面 相信独角仙是许多虫有的入门虫种 它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超级喜欢独角仙的 所以和我弟在夏天到处寻找独角仙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独角仙肯定是许多狮狱家的初心虫 所以虽然独角仙在野外其实并不罕见 但却是它们每年都要养的虫种 我也是有机会就会饲养一些独角仙 并没有特别什么理由 单纯觉得看到它们就非常开心 它们就是夏天美好记忆的代表 饲养独角仙非常容易 基本上用最普通的兜土 甚至某些厂牌的培养土就可以饲养得不错了 我对尺寸没有要求 所以是给它们吃肺菌和肺土而已 容器可以使用宽口菌品养到画涌 容量约1公升 但是对于工虫来说有点偏小 所以后来1月时我将它们换到1.4公升的容器中 好啦 现在来看看这些独角仙宝宝变怎样啰 来挖第一只 哦 看到勇士啰 直接开天窗 哇 看到它的脚了 太棒了 我来把勇拿出来看看啰 哈哈 真是漂亮的家伙啊 超级喜欢独角仙耶 画勇的感动看几次都不会腻 好啦 我要将勇士清干净再把勇放回去 眼尖的观众应该发现了 独角仙的勇士是利勇的形态 也就是说它们的勇士是利者的 因此要做人工勇士的门槛比较高 除了不好做 角度的要求也相对要更精准 否则容易羽化失败哦 因此 如果能用天然勇士 我绝不想为难自己帮它们做人工勇士 当然 如果万不得已要用人工勇士 网路上也有许多行家的教学哦 接下来继续挖吧 诶 居然是已经羽化的母虫 哈哈 怎么这么小只呢 围独角仙你 哈哈 开玩笑的 没那么小啦 这才是围独角仙啦 把它放回去伺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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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母虫 你看 母蛹的头部有看起来像小脚的构造呢 不过羽化后就没脚了 把它放回去吧 把它放回去吧 这只也是母蛹 这只也是母蛹 哦 这只是公虫哦 不算大 但就是很漂亮啊 不算大 但就是很漂亮啊 这只也是公虫 这只又是公虫 脚看起来比较长哦 这只又是公虫 脚看起来比较长哦 真理好美啊 哈 这只是小到爆炸的公虫 是公虫的 头脚明显有分叉 胸脚也有突起 和母蛹还是有显著差异的 这是另一颗母蛹 就是另一只小公虫 这只是母蛹 这只是母蛹 还是一颗母蛹 还是一颗母蛹 哎呀 这只是千蛹 倒進去 不過沒關係 一樣用衛生紙蓋住填窗 將土填回去然後清壓即可 最後一隻 哈 羽化了 这小家伙这么早羽化 把他抓出来看看 真的好可爱啊 小龟小但还是非常漂亮呢 让他回去直呼吧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赞订阅和赞向我们的频道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我们下回见 拜拜